绿盈盈的叶 香喷喷的米 人们对美味的迷恋 让朴质无华的粽子 经历了千年变迁 各类米料食材的加入 让粽子拥有了大江南北各地特色 奇特的佐料 变换着粽子的口感与色泽 每到端午节 虽然这一天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要吃粽子 但因为地方饮食习惯 和风俗的不同 粽子也各具风格 北京粽子通常会以红枣做馅 有一些粽子本身不加调料 吃的时候蘸糖吃 华北一些地方的人 用黄薯代替糯米来制作粽子 在广东 福建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些地方 人们会把糯米浸在碱水里 这样糯米就会变成蜜黄色 质地也会更柔软 四川人用辣椒粉和腌猪肉 来包一种辣种 而在江苏苏州 当地人会在粽子里 包进一块猪油 让粽子吃起来更香 在海南 粽子是用芭蕉叶来包 而大陆的粽子 是用竹叶或芦苇叶来包裹的 在台湾岛 粽子是用炒糯米和炒猪肉 来制作的 还包有竹笋 香菇和豆干 中国最著名的粽子 还是浙江湖州和嘉兴的粽子 这两个地方的粽子做法 已经成了中国粽子的标准 在湖州 咸粽 包的是加了酱油调味的新鲜猪肉 甜粽包的是红枣或豆沙 在粽子里 还加了一块猪油 让豆沙更香滑适口 嘉兴的粽子甜料 用的是鸡肉和八宝 也有包红豆沙和咸蛋黄的 国内粽子 除了最传统的馅料 还有桂圆粽 水晶粽 莲蓉粽 蜜饯粽 火腿粽 咸蛋粽等等 有种包装的 有讲营养的 可谓五花吧门 有种包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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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肌肉 连是一个 这并肌肉 是一样的 这并肌肉 有种包装的 豪肉 有种包装的 和